我们问一下世杰 这个我们的嘉宾 就这样手持这个瓶子就可以是吧 他要面对我 老师你要面对我 然后双手 他这个力度是很大的 千万不要脱手啊 杨荣这一幕特别像那个 请喝水吧 辛苦了 杨荣你不要不敢看啊 他那个打好像是 你是在旋转那个盖对吗 要打到这个盖子的三分之一的位置 他是不停地打一下转一下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难度大了 我问一下杨荣啊 紧张吗刚才拿着这瓶子 挺紧张的 我特别担心他把我的手给 给那个就是 用他的棍子打到 那我问一下 他这个打这个瓶盖的时候 你感觉力度重吗 我感觉还前面第一次挺轻的 但他力度在加大 而且我觉得其实我是 我在想 我就应该他相信他的专业 所以我每次都得特别紧 想着他 因为我想我松的话 可能他这个 他完成这个工作更难 所以我就觉得每次 他第一次打得很轻 但是我握得要松一点 还是非常配合的 你得紧一点 你我想这样 对帮忙 这样我自己安全一点 谢谢杨荣 谢谢 他在展示之前说了 咱们游易到难 那今天你为非你莫属准备的 最难的双截棍展示 是什么呢 我特别好奇 就是一个点对点 双截棍把这个火柴点燃 火柴因为大家知道 它的那个头上是特别小 特别细小的 我这个没见过 我关键是 你看这么一辈子没见过 这个也需要我们展示嘉宾来帮助一下吗 对的对的 陈薇 对因为刚才就他叫的最坏 陈薇愿意来感尝试一下吗 可以啊 来我们邀请陈薇到台上来 我主要想看一下 他到底是对你更温柔 还是对我更温柔 我主要是想看他更喜欢我 还是更喜欢你 他们两个玩起来了 从远处看 陈薇的眼神中有点惊恐 红红火火 红红火火 我们在这里呢 也祝愿陈薇的事业 红红火火 也祝愿我们的节目 红红火火 祝愿所有人的生活 红红火火 谢谢 怎么样陈薇 一直是在下面看 今天最难的展示 交给了你 感觉怎么样 感觉挺酷的 紧张吗 其实还好了 就是我觉得 就是因为会相信他的专业吧 感谢老师 感谢老师 感谢陈薇 谢谢 好 再次感谢 世杰今天为我们带来的 这丰富多彩的双截棍展示 那在展示环节的最后 想问问你 有什么想对电视机前 和你同样喜欢玩双截棍 或者其他器械的朋友 武术器械的朋友 想说的吗 其实用我自身的经历 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自己喜欢的 自己喜欢的 感兴趣的 一定要去坚持去做 哪怕把它以后 不作为一项职业 作为一项爱好也可以 这样我们生活中 会多一点乐趣 对 也希望所有和世杰一样 有兴趣爱好的朋友 在自己的这条路上 能够达到更高的水准 不过要提醒大家 还是要通过专业的学习 因为在常识的路上 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 避免受伤安全第一